当地时间7月4号上午 上河组织元首理事会 第24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举行 会议接纳白俄罗斯成为 上河组织的第10个正式成员 各方并签署发表阿斯塔纳宣言 以及在能源 投资 信息安全等领域 合作的一系列决议 当地时间7月4号上午10点 参加上河峰会的各国领导人 陆续抵达阿斯塔纳的独立功 东道国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在现场迎接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等各国领导人分别握手 随后领导人拍摄集体合影 在圆桌落座后 托卡耶夫主持峰会 他首先宣布举行签字仪式 接收白俄罗斯成为上河组织 正式成员国 各成员国领导人签署文件 通过白俄罗斯正式加入上河组织的决议 至此上河组织的成员国增加到10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会上发言 欢迎白俄罗斯首次作为成员国出席上河峰会 习近平还指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上河组织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对世界至关重要 习近平强调 面对冷战思维 各方要守住安全底线 以对话和协作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 面对小院高强的现实风险 要维护发展权力 联手推动科技创新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 推动实现共同发展 面对干涉分化 各方要巩固团结力量 携手抵制外部干涉 坚定相互支持 照顾彼此关切 把本国前途命运 地区和平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 上河组织之所以能够经受住 国际形势风云变换的考验 根源在于始终坚持团结协作 平等互惠 公平正义 包容互建 各方要坚守初心 秉持上海精神 守望相助 相互成就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 均积极评价上河组织 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 各方也认为 应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争端 反对单边制裁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领导人同意 完善上河组织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机制 坚决打击三苦势力 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支持国际社会 为阿富汗实现和平发展所做努力 支持基于两国方案 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 阿斯塔纳宣言 批准上河组织 关于各国团结共策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倡议 关于完善上河组织运作机制的建议 发表关于牧林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 以及涉及能源投资信息安全等领域合作的一系列决议 阿斯塔纳峰会通过的数十份决议 涵盖了上河组织合作的方方面面 也对组织自身建设做出了未来的规划和部署 同时峰会还决定 由中国接任2024年到2025年度的轮值主席国 凤凰卫讯巧闻周明亮会有运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报道